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医的丰富的经验 那么他自己不光是研究中医 而且自己研发了中医 他自己本身有他的品牌 那么这个品牌呢一共有45种这个产品 那么着重是什么呢 着重都是在于脑部的健康 因为我们年纪衰老以后 我们最主要的表现 而且最难看到的 因为眼睛看不见东西有的时候 对吧就不像那个断了腿了 或者是瘸了腿了 那个就比较好 好就是观察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 他就帮助了很多的 这个跟脑部有关的退化性的一些疾病 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帕金森 包括老年痴呆 失智症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焦虑啊 那个犹豫啊等等 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自闭症啊 反正跟脑子疲症的小孩的部分 对吧就老年人的话 阿兹海默症啊对吧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有非丰富的经验 不光是去用了这个自然疗愈 帮了别人 而且有很多的成功的案例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先呢 想请我们讲一讲 这个我们的自然疗愈 自然疗愈帕金森 和市场上就是我们主流社会的 这个帕金森的西医的疗愈的方 有什么样的区别 好吗 好 那个我一个个问题问好 等一下的话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那个 然后呢问好了以后呢 这个从原理上讲 我们可以讲知道怎么样区别 然后呢我们塞治老师 你也可以一个一些成功的自然疗愈的案例 好吗 然后云峰师傅的话呢 他是从他自己的练功 那么这也是一种自愈 这就是说自然的疗法 对吧 我们不需要这个吃药啊打针啊 或者什么动手术啊什么的 那中那个自然疗法呢就是包括很多东西 对吧那塞治老师从他的角度 他的经验 他的方法 来介绍他经历的成功的经验 成功的案例 那我们云峰师傅的话呢 那我们云峰师傅的话呢 从他的对中医的理解和研究 以及他自己的养生练功的这个方法 来看到帕金森的病人 如何从他的这些领域里面能够受益 而且特别感动的话 林峰师傅 他在多伦多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这个武术大师 小孩扎人兜角 但是他呢就上次跟我讲 他有四种人 他是不收钱的 其中一种呢就是帕金森的病人 那么他呢就是通过自己的炼针啊 能够了解到帕金森 这个导致帕金森的原因 当然我们不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是讲人体的角度 从中医的五行的那个 这个从器官的各个方面的协调 从这些方面来说 对吧 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干 对不对 特别是帮助这些病人 那么现在他除了这个帕金森以外呢 还有癌症病人 还有忧郁焦虑的病人 还有就是糖尿病的病人 那我呢就准备跟林峰师傅呢 在以后的每个星期二的同样的时间呢 就是来围绕这四个方面 来丰富分享 我们在自然疗愈方面的感觉体会 和收获 同时呢 也帮助一些需要了解信息的人 提供一些我们尽可能的咨询 当然我们要说 我们这个所有的分享的信息 所有分享的观点 并不代表任何一家公司 我们代表的是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 好吧 所以呢 我们不承担任何的这个责任 那至于怎么样去要需要去了解 或者什么那么具体的情况 也是具体的可以 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也不是千篇一律的 尤其是自然疗愈 所以这个更吸药是完全不同的那样 好 那我们就节约时间 先让请我们的赛斯老师 讲讲这个 在帕金森的 首先就讲讲 大致上讲讲帕金森的这个 是什么回事 那么主要是哪些类型 然后呢 现在目前的主要的医疗 这个手段是什么 然后呢 这个现在 我们现在这里所说的 自然疗愈 跟我们社会上 市场上 或者是 本身的生活当中的 主流社会的 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为什么 现在不是在主流社会 那么我们为什么 赛斯老师和那个 冰峰师傅 还那么积极的在推广 再让更多的人了解 这个自然疗愈呢 好 那有请赛斯老师 其实我现在呢 我现在在车上 所以也不方便 用什么file 什么之类的 我只是简单的 就是我记忆中想到的一些 一些事情 我跟大家 简单的分享一下 就是谢谢 谢谢百明老师的邀请 因为这个 这个话题呢 也确实是 对很困扰 很多人的一个疾病 这个疾病呢 在现在都是 都是干 就是很多的这种病例吧 所以现在呢 这个方面呢 也是很多人关注 因为老年人到这个年 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呢 都存在这些风险 现在尤其是在像加拿大 多伦多这边 我们这个就是年龄的增长呢 是比世界其他地方 我们有这个优越性 在加拿大 人都活得长寿一些 因为加拿大是长寿国之一 跟日本啊 跟对 跟日本跟这些国家 比较接近的这个长寿的年龄 一般来讲呢 像非洲这样的国家 他很少有的老年痴呆的这个 因为他的平均寿命 只有五六十岁六十多岁 所以他那边很少有老年痴呆 但是像日本啊 像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呢 他的健康水平和卫生水平 包括他医疗条件 都比较好 所以人活到七十多八十岁以上的呢 这个比例特别高 平均寿命现在都八十二点六左右 这样呢就是说有很多人 当然有很多人出于车祸呀 或者其他的原因 疫情啊 他们会一年早逝 但是呢 能够活到七八十岁的人呢 比较多 而且呢尤其是 因为八十二年几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平均寿命嘛 那么你活到九十岁 九十五一百岁的人 也大有人在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种老年病的这个比例 就会相对比别的国家要高一些 因为很多国家和地区 他没有达到这个 得老年老年痴呆的 或者帕金森的这个年龄 他已经去世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 在这个方面呢 确实老年病的这个这个比例 比较比较高一些 就是他的 他也是他因为他的生活条件 就是允许他活到这么大的年龄 那么我们在过去这么一二十年的这个 过去的经验跟脑健康和帕金森 这样的一些疾病打交道的过程中呢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那么这个这个病的 其实他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叫阴阳五行的一个衰败过程 比如说我们的心肝脾肺肾 尤其是肝肾功能的衰退 他一定会引起我们最终的气血的不足 我们先天的先天禀赋的伤失或者是衰败 引起后天禀赋 我们这个这个脾胃功能 脾胃为后天之本 他影响了这些我们身体的这种 对于造血功能的伤失 骨髓功能的伤失之后 一定会引起我们脑髓的和脊柱脑脊脊脊 脊髓的这个衰退 所以最终实际上也是因为我们的脑细胞 我们的这个脑细胞丘脑下垂体 他对这种豆包干纳这种神经传导质的 一个分泌过程受损或者是衰退之后 引起我们这个神经传导质的分泌和输送 产生障碍 那么这个就引起了这些我们叫 我们叫帕金生死症 手足颤抖 那中医呢是讲肝风内动 我们的肝脏肝损伤 肾损伤之后 引起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功能的衰退 那么这个最终影响到我们的脑髓功能 脑部的功能的一个衰退之后 那我们身体原有能够产生的神经传导质 神经神经传导介质 这些受到受到影响和衰退之后呢 我们身体大脑对身体的这种肢体的支配过程 支配功能受到障碍阻碍的时候 就产生了这种手足颤抖和帕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在传统的医学里头治疗呢 它主要是以这些豆包肝 就给身体提供豆包肝或者做手术 或者是用不同的这种 传统医学里的这种治疗方案来治疗 所以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帕金生综合症在传统医学里头 是作为是不治之症就是incurable 是不可治愈的不可治愈的一个疾病 所以呢那所有的这些这些药物啊 还有这些手术手段呢 都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 比较就是减缓或者叫叫做就减缓吧 这种形式的 所以它的这种恶化过程呢 基本上是不可治不可阻挡 那么一般的原来在没有这个豆包肝的 这个这个药物之前呢 平均是七年的周期 比如说从确诊到去是七年 那么现在有了这些一些治疗手段之后呢 帕金生是症的病人的这个呢 就是它的寿命呢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 所以有的人有这个帕金生综合症 但它从确诊到去是这个过程就有的延长到十几年 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都有 所以呢但是要把它逆转成没有这个疾病 或者说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或者是基本上跟正常而比较一样的生活 这种这种状态呢 现在是没有这样的治疗手段 所以从我们从这个从中医草药草本植物天然疗法 或者叫自然疗愈这个方面来讲呢 它是一种不同的渠道 它的这种 它像我们说的这些什么生命之权啊什么 它不是一种治疗帕金生症的药物 所以呢它我们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也都有这个叫claim 我们就是一个disclamer 就是我们这些中医草本植物的这些成分和原料 以及它的成药 这些都不是治疗任何疾病的药物 所以呢我们就我们也不是不治病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面 我们给身体提供的这种营养物质的补充 比如说我们叫超级抗氧化 那么这个超级抗氧化抗细菌抗病毒 抗氧生物 这个几乎我们也把这个自由基啊 氧化损伤自由基啊把它称之为万病之源啊 所有的这些我们身上的从小的一个毛狼炎毛孔啊 发炎大到这个肿瘤细胞改正 就是说从从从毛狼炎 从一个青春痘一个小小的到你的大面积的溃疡 甚至产生的肿瘤癌症这一类的导致我们人体整体凋亡的这么一个一系列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病患 实际上它都跟我们的一个细胞从从它的原子电子分子的受损被氧化 最后导致连锁反应自由基连锁反应最后引起局部甚至弥漫性的炎症 最后引起我们的我们细胞的这种燕氧状态 产生肿瘤癌症这样一个过程中 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有有有这个产生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病变的 所以你会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病症包括脑健康脑部的疾患都有三四百种不同的疾病 那么再加上其他的所以我们身上的毛病真的是成千上万的不同的毛病 你把它整理出来光是一个脑部都几种几百种病的话 那么我们身上还有其他的光是炎症也是一两百种疾病是跟炎症有关的 那么这样下来它是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疾病 当然我们我们在传统医学里头我们有各种各样针对性的单向性的一些药物来针对某一种疾病 那么这些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药物呢他们有他们的他们的局限性和他们的包括副作用啊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给身体做的一些实际上是更应该说更更适合于身体的状态的 其实我们都是从营养的补充包括我们身体缺缺食的这些营养抗氧化剂的补充这个方面来来实现的 那么当你的身体啊造成这些炎症啊包括细菌病毒微生物的一些引起的一些炎症损伤啊最后引起我们身上其他的一些病变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如果是用用我们身体所必须的这些啊这些好的营养素原本也存在存在于我们我们的食物中的一些啊抗氧化剂 如果我们提供这些足够量的这些补充那我们身体啊一定会也慢慢的会强壮起来好起来 他的抗病能力他的延缓衰老包括这个病患的一些啊缓解和和啊和改改变这些都是有所盼望的 所以我们啊我们也一直强调就是我们这个这些产品并不治疗这些疾病 但是呢当他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啊足够的一个补充足够的调整和和和改善之后 那我们身体这些症状也会缓解所以啊这就是这就是我们对这个方面那个理解啊 我我的时间呢我先说到这我们看我们听听啊云峰师傅的一些想法好不好谢谢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云峰师傅吧 好好谢谢二位谢谢两个老师啊 刚才我很认真